飞机咱们大伙都知道 那要预留足够多的时间 因为你到机场 这个安检 这个登机 对吧 这些都需要时间 你要迟到 那玩飞机他也不等你 那你就去改签去吧 但是前两天在湖北武汉的天河机场 有一名女博士 估计这条新闻大伙也都注意到了 这个女博士因为迟到没赶上航班 居然大闹直击柜台 还把人机场工作人员扇了两眼光子 真的是好霸道 好嚣张啊 据警方介绍 打人的张某36岁 是武汉一所名校的再读的女博士啊 6月1号那天上午 她一家三口准备做法航的航班 从武汉飞巴黎 可是女博士一家迟到了15分钟 这赶不上飞机了 张某呢 非要说自己要出国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必须要做这趟航班 那就多次协调 但是没结果啊 你来晚了那怎么办呢 一直闹到快十点半 结果这个女博士啊就突然间 一看这肯定是坐不了飞机了 一下情绪失控了 冲到了直击柜台的工作区域 用手我们看到视频啊 连续打了工作人员几个嘴巴子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机场公安立刻把这个张某给控制住 经过调查取证之后 最后查实 依法对他处于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 而法航方面则是表示说 已经把这个张某列入了黑名单 全球范围拒绝乘运 也就是说张某以后在全球范围内 都没有办法再乘坐法航的航班了 这事还没完 武汉机场现在在向中国民航总局申请 准备也把这个人列入到这个黑名单当中 一旦这个申请成功获批的话 不好意思 国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 你也甭想做了 你看这个事闹大了吧 办案民警还透露了 被抓了之后 这个张某也意识到了 这事弄大了 自己打人不对 愿意接受法律惩罚 他现在还担心 学校知道了之后 会不会对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产生影响啊 还在问警察说 能不能少管几天 这时候后悔 那恐怕迟了点吧 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要为自己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负责呀 这也算是冲动的惩罚吧 我们来看媒体方面有怎样的评论 新京报上一天评论文章 女博士因为武汽打人 大闹机场的恶习 那就是不能惯着她呀 文章说 明明是自己的时间安排出现问题 却迁怒于机场工作人员 不仅拒绝沟通善后 还伸手打人 那这就怪不得他人了 而很多类似的案例当中 经常有当事人会后悔 认为啊 这都是一时冲动惹的祸 其实根本原因呢 是缺乏平等意识 无视法律规则呀 也没有自我反省的责任意识 这件事也提醒一些人 绝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一时之快 而肆意妄为 否则你就要承担最后造成的后果